首先继续关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国家卫健委今天早上发布的消息 1月30号0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982例 新增重症病例157例 新增死亡病例43例 其中湖北省42例 黑龙江省1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7例 新增疑似病例4812例 截至1月30号24时 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 其中四川省累计确诊病例和减1例 现有重症病例1527例 累计死亡病例213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1例 共有疑似病例15238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3579例 其中北京市和检2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4201人 共有10242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8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12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7例 台湾地区9例 逞им达成区1例